三个不能省钱的地方 作为业主 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 第一个就是阳台原始开发商 做的那个栗子层 这个栗子层的白带 一定要把它给产干净 如果在刚开始 在做基础施工的时候 这个阳台的原始栗子层 你不产干净的话 后期特别现在上海的一些户型 大部分把洗衣机放在阳台 那么就会造成 飞装的时候就造成 桥面的空骨 如果不打磨干净的话 第二点 摩背房装修的时候 水管还有电线管 一定要给它去换掉 因为现在的大功率电气会增多 原有的一些建的平方数 包括回路都不够 你现在的使用 所以所有的电线水管 一定要换掉 这基础装修不能省的 第三点 就是毛培房装修的时候 特别原始厨房和卫生间 现在开发商都做了一个防水层 这个防水层 如果能产球的 一定要给它产球 产不球的 都要想办法就给它弄掉 不弄掉后期贴软 会很容易产生空骨 因为后期在墙面 做防水的时候 你的防水刷上去 和原始开发商做的防水 它不占 后期容易产生掉砖的现象 所以这三个地方 我吴老板总结是不能省钱的 我是在上海做专修的 一个专修小老板 有专修需求的 可以帮我点点赞 点点关注 我吴老板总结是不能来的 加油 我的专修小人 我吴老板总结是不过 我的专修小人